提膝會高一點點大概在前面45度角左右 不要變成小碎步 沒有變成說你小腿會帶到太多 對 正常很像跑步起來 手自然的前後擺動 只是不要過多 對 身體自然擺動就好了 就自然的跑起來 腰桿挺直 腳步到位 全身跟著節拍跑起來 雖然只是在原地動 但是沒過幾分鐘就很有感 這就是近幾年 正宏的運動超慢跑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很棒 來 等一下再讓腳步輕一點點下來 不會有像那種重摔的感覺 對 自然跑起來很像跑步 1 2 1 2 好 來 1 2 停 來 休息一下 看似不快速又不激烈 但其實時間一拉長 全身就有在燃燒的感覺 先讓記者休息去 來看專業教練示範標準動作 這個是如果像一般沒有運動習慣了 或者是本身沒有動的習慣的人 會建議說先做踏步的感覺 先不要慢跑起來 對 再來就是手的部分啊 就是呈現手肘是90度的 是做前後自然擺盪 軀幹 整個都是自然挺直 它不會駝背的部分 一樣自然的抬踏起來 記得膝蓋要確實把它提起來 不用過低 不會只有小腿的部分 初階開始 慢慢進階到有點小跑步的感覺 1 2 1 2 步伐不大 速度甚至慢到可以同步看電視 或者是邊聊天 雖然說強度比較低 但是想要達到全身的運動 姿勢也要到位 除了腰桿挺直跑 眼睛看前方 前足也要記得先著地 腳跟再落地 循環動作才能讓雙腳平均受力 同時保持膝蓋微彎 增加膝蓋的緩衝力 手臂搭配動作自然擺動 而步屏每分鐘得要180步 可以搭上節拍器的韻律感 跑起來更有節奏 它的優點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任何地方可以做使用 它的缺點的部分的話 地踏步的話會比較偏向說 你會缺少了往後蹲的力量 其實在講蹲動作的話 會更好用到你後側的力量 大原則以自然的呼吸 能夠面帶微笑的步調跑步即可 記住不酸不痛不硬不喘的四口訣 而想要達到超慢跑運動的功效 還得要再建立正確的飲食上面 那如果說我們看飲食如果是錯誤 它就容易讓我們這些脂肪容易累積 那累積在女生的下腹部啊 還有臀部跟大腿附近 它就不能真正的變成 我們運動想要成為的肌肉 就怕沒吃對食物 不只沒有效果 還可能造成反效果 本身也是健身教練的營養師 這樣建議 游養運動它需要的 基本上我們是強調是燃脂嘛 所以它在練後 我們還是需要補充一點蛋白質 比例跟碳水化物就建議是2比1 蛋白質我們基本上就以中低脂肉類 比如說雞肉啊 我們常見的白肉 比較不要吃的可能是五花肉 或者是精緻的加工的 比如說香腸 火腿 培根 這種 那簡單的茶葉 蛋啊 無糖豆漿都可以 以超慢跑來說 動作到位 加上正確飲食就能夠達成 燃脂 減脂 避免負胖的功能 同時可以提升體力 改善糖尿病 避免或者是改善三高狀況 促進血液循環 並且預防動脈硬化 增加心肺功能 也能夠疏解壓力 提升睡眠品質 超慢跑屬於一種低強度的運動 普遍適合所有的年齡層 但是如果你有心血管的疾病 代謝性的疾病 像糖尿病 或者是腎臟的疾病 這三個疾病 而且病情沒有任何的控制 加上平常沒有運動的習慣 在做這些超慢跑之前 應該要接受專業醫師的篩檢跟評估 或者是你平常雖然有在運動 但是你現在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像是胸悶胸痛啊 腳踝水腫 都應該要接受專業的評估再去做 不限時間 不限地點 也不限年齡的新型運動 在注意前提要點之下 超慢跑也成了現代熱門運動之一 接著新聞中的人 從越台北 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